21077的台南后甲国中制服 看清楚上头的名字正是驻美大使肖美琴 民国75年的泛黄简报 斗大标题 华裔美籍肖美琴考上台南女中 原来是肖大使想家了 脸书秀出珍藏数十年的宝贝们 说自己从尸专覆小念到后甲国中 小时候调皮捣蛋却能考上台南女中 他是那种好学生 他很安静耶 我是因为另外一个同学才认识他的 就是他很会画画 他家家庭就是很特别是 他们家是开那个 他们家是神学院 我对他的印象是这样 我去过他家玩 肖美琴父亲肖青分析在地台南人 过去担任台南神学院院长 往事曝光 网友忍不住肖晚喊出父总统好 其实从赖清德肖美琴 一个是台南的第一名市长 一个是台南的女儿 那大家当然会有很多揣测 因为土地的感情很深 那故乡都在台南 那当然有聊不尽的话题 有画不开的农情 干杯 画不开的农情展露无遗 八月份赖清德过境美国 看球肖美琴全程陪同 她非常优秀啊 她非常优秀 男女大片 那的确是有人这样子建议 但距离公布副手的时间点 剩不到两个月 再加上也是热门副手人选的 郑力军也说自己没有选举规划 如果她有觉得有好的可能性的话 那就是要由当事人自己去谈 那如果有需要我协助的 那我当然也会帮忙 肖美琴晒球衣晒国中制服 再再替赖消费拓展想象空间 静新闻黄一轩马上看 旋律长报道